欢迎来到本周的马克信箱 我是玛丽 现在我在进行一个非常 艰巨的二选一 就是我刚刚看到我的指甲边边 有个皮好像翘翘的 我就一直撕 不能拔啦 那会流血的啦 你看它现在这么长了怎么办 等一下去拿那个 就是指甲剪把它剪掉就好了 那我还要度过马克信箱一小时 我才能剪它 好那这样子 我们现在先暂停 然后等一下回来 你就把皮剪掉了 大家等我们一下 那你去拿剪刀 那你不出去啊 你出去啊 我出去的时候你会不会偷偷拔 我不会 我现在手指这样很僵硬 因为就是去那个日本玩 真的是太干燥了 加上滑雪的时候呢 大部分你的手都会在手套里面 你很干的时候 你也没有办法一直补 纸圆油或是擦护手 手上就只有每次手要拖下来吃饭前 洗手的时候可能趁机擦一擦 然后就是我的纸圆 就很容易会有一片翘翘 一片翘翘 每一次这个时候 你都会想起哪一部电影呢 看看你跟我的默契一部一样 三 二 一 黑天鹅 如果你答对的话 恭喜你 我们默契加持 上一次就是 因为第一次我看黑天鹅 然后就是纳塔利波曼 他也是在那边摳他那一条的时候 我在电影院的时候真的是大崩溃 因为他撕起来的那一瞬间 后来就是我在那个家里的电影台 又看到在播黑天鹅的时候 我看到那一幕就是在我知道他接下来就要撕掉的那一瞬间 我真的是把虽然说他那个镜头没有拍到 他只有那个手拉扯的动作给你的心理压迫感 可是我在家里看的时候我真的是把眼睛闭上 就是连那个撕的动作都不敢看 我觉得压力太大了 好 在拿剪刀的途中来呼吁大家 就是现在你是不是要插个护手霜呢 是不是该补个指缘友人呢 长保你的指甲健康 这个真的很烦耶 可是你又会觉得抠这一条 它很完整的一直撕 一直撕 一直撕好像有一点成就感 而且拿剪刀回来啊 如果你那一刀 就是没有剪得很底 就还有留个头的时候 十分痛苦 非常痛苦 你有回来了 救世主 它拿的不是剪刀 它拿的是指甲剪耶 刚才要用指甲剪剪啊 我很不会用指甲剪耶 我帮你剪 但我没有找到自己的药 要拍给会员看吗 帮你剪指甲是不是 不是哦 我刚才跟大家说这个最困难就是你一定要剪到最底 别气 我帮你剪下一块肉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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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几号 以后要点台来剪是不是 对对对对 你就负责剪我的死皮 封你为死皮侍卫 封你为了 干 今天第一封信呢 里面有100块钱 来自于黑羊 马克玛丽谢谢你们在我面对日复一日的工作 欺负人的猪队友 无望的生活中陪着我 搭公车 哼 我刚刚知道我要讲车 可是我还是 没有办法 搭公车 走路时都会不时听马克信箱 在马克情绪高张 马力气泡泡的时候 我就会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很快乐 最近呢 我终于离开大概快四年的工作 虽然说是心目中适合自己的工作 工作内容啊 大家共同的理想也都很喜欢 但有了两位同事 实在相处不来 私底下的闲言闲语 在主管面前邀功 对我摆架子欺压我 一开始呢 我试着 转念 每个人的工作习惯不同哦 不要要求其他人 一定要按照我的步调进行 可是这一两年 确定他们这就是小人 欺善怕恶 讨拍碎嘴 臭婊子 我就下定决心要离职了 虽然立刻失业让我有点焦虑 可是离职之后 我每天都很happy 从开始工作之后 我就有长期的睡眠障碍 到现在 我不吃药 我可以很舒服的睡饱八小时 哦 好棒哦 恭喜恭喜 还有工作时呢 常常因为压力暴食啊 不理智购物啊 现在我可以好好的去买菜了 煮饭 整理自己的房间 以前呢 回到家我都好累 我只能追剧 我要看无脑的影片 现在我可以去运动 好好静下来看一本书 哦 要一样物件 诶 诶 诶 这不是每日一丟吗 这不是我之前的噩梦吗 再次感谢你们带给我的希望快乐 双手奉上一百块 舅舅穷DJ 谢谢教祖教母成为我的人生的灯塔 说到灯塔 欧马克才是大家真正的高知识分子的灯塔 为什么 这个故事我不吐不快 怎么了 我们在日本吃饭的时候啊 就在吃寿司 吃完寿司之后呢 大概还有一两个小时 不到两个小时的逛街时间 然后想说要不要冲刺就逛一下 那个时候想说好 那我们去就是 洛夫头逛一逛干嘛的 这个时候呢 就是花花 我跟卡提亚三个女生 搭配一名男性欧马克 欧马克就说 那你们去逛的时候 我可以在车站等你们吗 那卡提亚三个女生就说 蛤 不好吧 为什么啊 然后卡提会说 你们有想逛的吗 没有啊 你们有想买的吗 没有啊 那你想干嘛 这个时候 欧马克讲出一句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会在涩谷车站讲出的话 欧马克说 我想看书 what 我想坐着看书不行啊 what 所以我像就是我过年期间 然后不是跟家人去县岗嘛 然后在发县洞的时候 因为我常常是在周末的时候看书嘛 就是放假的时候 然后我看到一些剧组 我可能就会po县洞 然后那次去县岗的时候 我也带了很多书 然后就有po现洞 就有听众Instagram就是回我说 你不是在度假吗 他说你出国来看书哦 然后我就想说 有错吗 出国本来不是就在沙滩上面看书 这是很正常的事啊 嗯我觉得不多吧 好吧 就是只是我觉得如果去海岛国家 就是一个很惬意的地方 然后你会在太阳下 凉爽的天气 舒服的自在躺着 你想看书 我可以理解 但是在澀谷八宫面前 人来人往大十字路口 我真的是不知道 他要坐在哪里看书 那边还是有一些 就是街边很多人坐着的地方啊 你说有一些 呃游民放纸巷的地方吗 不是啦 就是有一些很怪的人 在铺毯子跟尿布的地方 不是啦 不是那里哦 不是啦 还是有一些就是很多人坐着 然后拿一杯咖啡喝在聊天的地方 而且最好笑的是 Catia在第一时间说 蛤不好吧不要吧 他连续问了三个问题 这三个问题都不是真的问题 这三个问题背后都是说 我要你跟我一起逛街 哦是哦 然后他都没有get到 哦这我啊 也不知道是故意不get到 还是假装没get到 我不是啊 直到最后 他发现 Fuck 我的书锁在拉克里面 他手边没有那本书 那个时候Catia就 哈哈哈哈 开心的大笑 他说 我逛街的时候 你要帮我拿东西啊 我们收到了一个纸箱 这个纸箱我收到的时候 有点兴奋 因为来自于台中工艺录 我想说 我们没有什么台中的朋友啊 谁 莫非 是超认真少年 蛤 寄戒指给我吗 哈哈哈哈 我跟你说啊 要嘛不要幻想 要幻想就幻想大 结果不是 嗨 教主教母安康 这方信来自于米C 自从几年前 我人生面临的重大选择题的时候 写了很长的信 询问两位的意见 马克回信只写了两个字 随便 随便也太坏了吧 呃 我想想看哦 去做 我写勇敢 哦 不过 我也就真的勇敢挑战新生活了 所以我决定 每年都要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勇敢的成果 不知道教主教母是否还记得 我去年寄过去的 旅志春联 我记得啊 现在还放在我家的门口 去年因为太害羞了 什么都没有介绍 但今年我们团队 创造出了2.0版本 今年呢 除了与插画家 小贝姆 还是川贝姆 合作 还加上了一位 铝发的插画家 who you h-u-y-u 今年也改变了台装设计的结构 可以反转变成展示形态哦 有兴趣的话可以搜寻我们 4wstudio的官网 不才教徒 线上的是小贝姆版本的 请两位笑纳 这个网站呢 都会发现我们团队自创的作品 其实呢 也是为了维持那股 已经被客户消磨殆尽的设计热情而生的 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珍惜哦 想要知道更多我们团队的理念吗 去看吧 我把全部想说的 对我把全部想说的都放在那里啦 不知道看到信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到中秋节了 但想要告诉马克 元宵节的时候 我 选的是花生 怎么会有这么新的信件插进来 你是不是知道它是花生才把它插对的 不是啊 这一切都是缘分 贡献了两百元 不对这两百元不是你的 我收回 马克玛丽好久没有提笔写信 我是入坑马克信箱不到两个月的W 想要分享我跟大学朋友的故事 我们原本是四个蛮要好的女生 不是那种说哦我们每天到哪都要一起哦 可是他们三个的确是我在系上最好的朋友 原本我还很自傲哦 我们四个大学四年都没有吵过假 大四下闹翻了 他们三个就简称ABC吧 A没有跟我们住 然后BC跟我一起在外面租屋 那B只有有客的时候才会 这句话很怪 B只有有客时才会待在租屋处 有客才会住在这边 有些人会这样子啊 就是其实我就租一个房间 但其实那个只是我休息用的寝宫 哦 所以平时只有我跟C在租屋的地方 所以我是第一个发现C 有忧郁症的 原本C不想讲 我是偶然一次进他房间发现 他在自餐 哦是哦 我才得知的 后来我把这件事情告诉B 希望B可以偿回租屋处一起帮C好起来 B也答应了 然后有一次的四人聚餐当中 A也知道了哦C的病情 原本以为C会慢慢的好转 但C又发生了一些事情让他情况更糟 然后我的情绪也开始被他影响 哦哦 比如说当他贴了很悲伤的现实动态 我关心他C你还好吗 他就会回传满手势血的照片给我 说这是我的作品 但我真的很怕血 我吓到差点把手机摔了 或者是有一次晚上 他拜托我去他房间拿美工刀给他 哦哦 于是我就马上骑车去找他 当天我那个时候男友甚至跟我提了分手 因为我男友觉得你永远都在忙别人的事情啊 对啊 那阵子常常我出门在外 C的有人都会觅我说你可不可以去C房间看他啊 原本我觉得好身为朋友我该做不应该觉得很累 是不是我自私的本性呢 我越来越没有办法忍受了 记得有一次我们四个人在外面吃饭 C就大声让他说 我想杀了我妈 我房间有把刀子哦 我常常都想要冲到你们房间捅你们 但又觉得哦 先捅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会发现啦 虽然我知道C是在半开玩笑的 可是我内心觉得有点受伤 闹饭在导火线是我们四个第一次去夜店 我们去了一群男生的包厢 那天之后ABC分别有各自的聊天对象 就A就对应A男B就对应B男C就对应C男 C很喜欢C男也约出来见了几次 C男的态度暧昧 却然后又很常在line上面消失 有一次B跟B男约出来见面时 B男就说 你知道吗其实C男不喜欢C啦 可是C一直夺命人还call 他觉得很可怕 他想封锁他 可是也怕他想不开 所以我们就试探性的问了C说 如果有一天C男封锁你的话 你会怎么办啊 C就一人震惊的说 我会去死 在那之后 我跟AB创了一个三人群座 一开始是为了讨论说 万一C跟C男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要怎么解决 我现在这四个人 我现在已经分别代应 你不要直接投射 我已经代应一些脸进去了 我开始受不了C的每一些行为 比如说我们要避旅嘛 都已经找到旅行社了 C却突然说我不去了 因为我觉得我活不到那个时候 可是他明明就接了戏上的表演活动 那个活动是在闭履之后 然后但好久后来我们还是有去闭履 那第一次吵架 就是因为C男一直不回C 所以C就在全组tagA跟B说 能不能要A男跟B男的联络方式 我想问C男的事情 可是他们各自那个线就是有局嘛 所以就不太想要给那个联络方式 A就回了 你既然让我很困扰 我也出面还家 但可能C就觉得 你们三个是把我当敌人啊 当天晚上就贴了自残的照片在现实动态 我很怕他做傻事就敲他房门 A也赶来我们的租屋处 可是C整晚都没有开门 之后我们关系就越来越尴尬 我和AB也常常在我们三人群组抱怨C 我也在群组里说了很多商人的话 最后纸包不住火 有一次呢B跟C出去时 C就拿B的手机在那边拍照拍拍拍 后来发现 你们怎么会有一个群组 于是彻底决裂 当天C还在IG贴我们四个人合照 并标注我们说 谢谢你们 你们是我大学遇过 让人最恶心的朋友了 于是这件事情就全部传开 我们也不想去辩解什么 毕竟那里面真的有许多商人的话 当天晚上我们也去C的房间 跟他说开这件事情 我们彼此抱着大哭 可是其实内心知道 我们回不去从前了 那阵子也听到很多戏上的人 给我跟AB很糟的评价 我朋友甚至跑来问我说 C说啊你们是因为夜店男人吵架 你们是为了男人闹翻啊 说来讽刺 当初批评我们欺负C的人 后来也因为C搬去他家 住不了情绪勒索之后 也发文说我不行了 如今我跟C没什么交集 这封信是以我的角度来写的 所以一定多少会有偏颇 但我还是想跟C说声抱歉 如果重来一遍 也许我就会在一开始 老实跟你说我的想法 而不是背地里说你的不是 也因为这次的事情 我发现其实我是一个自私的人 可是情绪勒索那些日子我也很痛苦 这件事情真的影响我很深 我希望身受忧郁症所苦的人 都可以在逐渐康复的道路上 也希望陪伴在他们身边的朋友们 都可以振作 谢谢马克信箱这个平台 让我抒发 斗内50元 感谢你们 算是一个在大学毕业前 很大的一次的成长经验 对啊 而且我还是要觉得 就是会面对情绪勒索的人 那不是你的自私 我们每一个人 本来就应该先顾好自己 那一个人他顾不好自己 他一直在那边呼救 那就是 人家都会 就是 就是在 我们都知道去 游泳溺水 对对 这是守则101嘛 就是不管你再怎么会游泳 就是你看到人家溺水的时候 你不要第一个直觉说 我要跳进去 我要救你 你应该是想办法去 去帮助他 去丢一些 譬如说可以让他自己上来的东西 对对对 那个要让他自己有办法上来 他才会上来 不然你自己跳下去 他只会把你拖下去那个深渊 那是 那是无底洞 你只会赔上自己的性命的 是的 顾好自己先 一直丢棉花糖 然后就 他溺水他觉得很快乐 这里很甜 我是鲤鱼 马克玛丽你们好 我是大笑女子 第一次写信哦 在写论文的时候 点点点录音档跟马克星 陪伴我那段时间 原本想要在离校时 写信到马克星 想记录我这段时间的心情 可是拖延病啊 还有懒惰癌啊 让我一直迟迟没有写信啊 今天啊 没事可做 上班时间 当个薪水小偷 我就假装很忙来写信哦 我先说 关于我读研究所的期间哦 如果有遇到这个状态的听众 也分享给你们 四年多前 我因为害怕进入职场 逃避现实 我就选择继续读研究所 刚好 我运气不错 吊车尾 进入了蛮好的学校 成功的成为别人口中 喜学历的人 一直以来呢 我都是一个过得蛮顺遂的人 平庸的考高中 平庸的考上大学 平庸的考上研究所 也差一点平庸的努力 考上公务员 但最后一步没有踏上 时间拉回到四年前 我刚进研究所的时候 一切都在可以掌控的状态 还可以度过修课时间 研究室的大家也很nice 就这样度过了 类似大学时期 一样的学生生活 但是事情 当然没有那么顺利 相信大家的魔王 应该都是写论文吧 我也是 这期间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觉得 什么都没有目标 标准是什么 我不确定 就这样 强迫自己面对很陌生的领域 对于自己的无能 愚笨等负面的情绪 笼罩我那段期间的状态 而我总是用尽各种方式 逃避这一切 开始接触我喜欢 而且相对擅长的领域 像是缝纫 勾针娃娃 指甲彩绘 我就做得很开心 而且呢 容易在周围的人口中听到称赞 在这些事情当中 我就越来越开心 遇到论文的时候我就越来越沮丧 就这样的状态拉扯着 影响我的情绪 我想让自己平静地面对这一切 但在强迫自己面对论文的同时 我脑子里想的都是手作 就这样一直处在 浮躁 不平静的情绪中 虽然最后还是落幕了 比原本的两年学程 多拖了一年多 才把论文写完 但当初的负面情绪 却一直让我思考着 我的未来到底要做什么 是我抗压性太低 烂草莓 还是我只是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呢 即便现在拖了这么久 我还是没有找到解答 希望下次写信的时候 我已经找到解答了 如果也在迷茫的毕业生们 不要逃避了 迷茫困惑是不会减少的 只会持续累积着 面对吧 虽然我不后悔读研究所 这对我来说也是个经历 正式到的人看到的视野 都是让我感到值得的 但如果可以更早发现 自己的问题更早解决 时间就不会花费在寻找的道路上 在这边想要跟你说 就是你不用觉得这是浪费时间 因为寻找本来就没有一个 什么越早找到会越好的 对啊 希望马克新疆可以一直存在着 记录着陪伴着大家 最后和同为典友的台南会桥说 台南会桥 我在2019过完前就写信咯 他写信的时候是8月13号 祝中秋节快乐 双十节快乐 马克生日快乐 圣诞快乐 新年快乐 没有想到现在都已经超过 快要三月了 祝福马克股票操盘 每一次都低点买进糕点 卖出赚大钱 祝福玛丽每次陆三国志 都抽到现金 她是大校女子 于兰哈海 发票中了三马两百元 献给教主教母 爹爹 马克玛丽 我是第一次写信给你们的 桃红色袜子 今年一月我是从美妆YouTuber 伊法那边得知马克信箱的 伊法 现在已经把马克信箱都听完咯 每周四都会听最新的影片 无聊的时候还会听啤酒肥花分享的录音档 现在有飞碟联播网的官方录音档咯 我最近刚庆祝我12周年的结婚纪念 吓我一跳 为我12岁 看着我身旁快三岁的女儿 我想分享我怀孕的故事 24岁结婚所以今年36了 我24岁结婚 一开始想说 好我要跟老公过两人生活 不要太早生小孩 28岁 准备好了想怀孕 才发现 怀孕怎么那么难 从想怀孕到顺利生产 总共过了五年多的时间 期间有一次怀孕 可是在第七周的时候 宝宝没有心跳离开我们了 那个时候我真的很难过 那段时间我只要看到身边的亲友怀孕 都不开心 大哭崩溃嫉妒他们 其实我也不喜欢这样的自己 然后如果看到虐待儿童的新闻 我会很神奇 会觉得 我想要小孩没有办法有 你们生出来却这样子 你们真的很可恶 想怀孕这段期间 除了身体的不适 适合三次的人工受孕 一次的费用大概是三到五万 健保不给付 无数的中医 调整身体 求神 拜佛 哪里灵验 哪里去 我老公是一个相信科学的无神论者 可是他看我这么想要小孩 都会陪我一起去拜拜 我真的很感谢我的老公 2016年是我最幸福的一年 感谢我的女儿 在我许了五年的新年愿望 加生日愿望之后 在2016年我愿望成真了 来当我的宝贝 他是一个乖孩子 自己来报到 原本我们已经要进行试管疗程了 提前收到这个大礼物 怀孕期间也很贴心 没有让我很辛苦 生产也很顺利 正通到生产不到三个小时 平安健康的来到我们身边 谢谢他这个乖宝宝 让我完成当妈妈的心愿 然后他的那个底图 就是用他女儿的照片 那女儿有点像混血儿的感觉 怎么会这样 很可爱 下次再显示给你们 我是天龙国的桃红色袜子 赚住一百元 本集的马克信箱 由马姓救世主 CJS 消费者基金会 安安说 祝各位典友身体健康 健健康康一起来点去 桃园阿强祝福自己生日快乐 希望马姓教徒一切幸福 阿辉说 人人做好防疫工作 减轻医护人员负担 Leo Wang说 最近喜欢乐宁的汉堡 汉堡里面加的生菜 口感爽脆 而且所有配料 综合搭配起来的 整体味道也很平衡 尝起来挺满足的 至于手摇影方面 我推荐初运的羊汁甘露 喝起来口感和滋味都挺丰富的 推荐给各位点油 探员L 愿世界上每个人 都能被温柔以待 RR尼米尼 2020年的2月 有29天哦 感谢以上马姓救世主的赞助播出 马克马力你们好 我是老阿姨啦啦啦 最近都是在YouTube上面 随机轮播马克信箱 我有一次听到 马力分享去中国吃火锅 钱不够又不能刷卡的故事 好慌啊 好慌 让我想要来分享一下 关于有关中国的事 在国家认同 以及对中国观光客的刻板印象下 对中国真的有点反感 但我还是有看中国的综艺节目哦 虽然啊 他们大部分就是抄袭嘛 或是买韩国版权的嘛 但我还是可以从中拣选出有趣的部分 这次啊 一开始我依旧是想要比较 嗯 中国制作跟韩国原版的差异 然后呢 我打算好好的耻笑一下 嗯 Made in China的中国制造 结果 我居然沦陷了 我竟然迷上了中国少男偶像了 他应该说的是那个produce 101吧 哦 但是把他们当作外国人来爱 这句话就多了吧 常常都是因为当外国人来爱 因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 就我们对于那个外国偶像好像会比较 格外的崇拜吗 对啊 就是崇洋媚外的感觉 虽然中国的剪辑 以赛制规划跟舞美 舞美的简称是什么 舞蹈美术哦 舞蹈美学 舞美 舞龙 舞龙舞师 舞女 舞 不知道 他说真的很糟糕 但是呢 在这一百位少男当中 我还是挑出了一个性情中人 可能是语言相通的关系 比起韩国节目 我可以更清晰 也比较全面的认识这位偶像 从中发现 他与自己有很多类似的价值观 夸张了吧 更佩服的是 不要跟我说都是爱吃饭胜过面 这种东西哦 喜欢狗胜过猫 那么巧 喜欢海胜过山 也是喜欢拿铁胜过美式 更佩服的是 他在这个年纪对自我的定位 以及处事的态度 在这个规定很多的偶像文化下 最大限度的表达真实的样貌 老实说 他有好多好多我要学习的地方 有机会再跟你们好好聊聊他 今天是要分享我对中国饭 中国饭圈惊奇的见闻 饭圈应该就是 就是粉丝迷 迷妹迷弟们的 的事 在我入迷之前 我有把节目介绍给我的朋友S 没想到他比我更快入坑 更直接踏入饭团 就是粉丝聚集的地方 中国主场大概就是微博吧 每每听他讲饭团的规则 真的是一再的刷新我的世界观啊 以下几点不专业的观察 一 饭圈用语 他们习惯用拼音首字母来代称 譬如说 马克说话真的是 XSWL XSWL 什么意思啊 笑死我了 或者是人民 玛丽好可爱啊 他们会写ML好可爱啊 玛丽 博大精深的程度 绝对可以出一本慈海 出入饭团的时候 真的一直在玩推理解谜的游戏 你不要再讲饭团了 怎么样 你现在饿了 想吃 饭团里面的油条如果很脆啊 你想的是那种台式饭团 不然勒 你在想三角饭团啊 你现在讲饭团 我全部都在想的是心蟹的米 因为早餐它有那个米 有捏饭团 对 还是很强 里面菜脯 油条 有说加一些 我不怪是豆干 如果螺很好吃在里面 我也可以接受 豆干我喜欢 但我绝对不喜欢吃菜脯 我都会请他们不要加菜脯 第二个观察是 粉丝有阶级的 这一点我真的傻眼 依粉丝属性不同 你听马克信他那么久了 然后你不知道粉丝是有阶级的吗 我们会员也是有阶级的 还有 维粉 团粉 CP粉 维粉 维粉 维士粉 不是 维粉就是只喜欢单一个成员 自己的资源全部投注在同一个人身上 通常觉得 我自己最高尚 团粉喜欢每一位成员 喜欢这个团 CP粉喜欢特定两个人的互动方式 自行帮他们组成CP 但是可能有什么社会风俗的障碍 所以CP粉不能任意发表他们的喜欢 甚至连成员的名字都不能大啦啦打出来 为何 被视为最卑微的粉丝群体 太惨了吧 有这样吗 第三个观察 网络暴力 他们大部分不会使用私人账号 而都是新开一个追星的账号 因此他们的言论基本上都是不负责任的 而且他们都很自以为是 例如他们会盯着行程 一有不好就会开骂经纪公司 也会各家围粉 因为团队资源啊 镜头分量互相吵架 其中呢 人气比较高的粉丝群呢 总是自视甚高 觉得 是我们带起销量的 我们也有最高的话语权 高傲的程度呢 就像说 我不在针对你哦 我在说在座的各位 都是垃圾 互骂的程度呢 就像马克曾经分享过 那个鸡同开示的状态 就是 打 给我往死里打 这样猛烈的程度 第四个观察 数据组 微博或各大平台都有榜单 把自家偶像冲上榜单前端 有时候呢 可以获得一些资源 另外转发偶像的发言 舞台活动 甚至有时候要带话题 组织热搜 有时候呢 需要控评 控制评论 举报对自己偶像不利的言论 哇 这不是之前韩粉的做事吗 朋友S 短暂加入当时选秀节目的 打头组 打头组 打头阵的 组合 率先把话题丢出去炒热 No 打榜 投票的 Fuck 组内每个人拥有的虚拟账号之多 一个账号投一票 他可以一天花 四个小时 甚至八个小时 重复执行投票的工作 那还是真的薪水小偷吧 不是啊 你就是去买一个城市不就好了 哦 就是他们还没有厉害到写城市 而且写城市有可能会被发现 哦 他可能就是要你用人工刷屏这样子 哦 当然也是有很多的追星女孩文笔很好啊 修图技巧或剪辑能力很优秀 看出来大家都是ZQS 我来 ZQ ZQSG 傻 傻就不是Z了 臭 臭也不是Z 你先去学学拼音再来吧 你根本不知道拼音规则 你在那边乱猜猜不到的 赞 真情实感 真情实感 对啊 情是Q 对啊 就像他们的小跟谢 它C是X开头啊 先去学学拼音吧你 我不要 只是大部分的人 我都想推荐他们去看日剧 三年A班 希望他们不要再绑架他们的偶像了 Donate了100元 这边有个100元来自于 捕风捉影的耍费上班族 我是一个耍费上班族 学生时代都听点点 最近上架到Spotify 我又重新入坑啦 今天听到一位典友 旅游前做了健康检查 发现自己疑似得了性病 明明没有性行为 却有可能得病 让我觉得 哇 人生千奇百怪 但千奇百怪的 就是我听完这个故事之后 你也得了性病 收到一封简讯 是语音留言 来自早上两通 未接来电的陌生号码 前三天公司刚刚完成健检哦 是健管师的留言 你好 我是某某医院的健管师 这边收到一份异常通知 您血液中的 积分0370数值偏高 请你在收到报告后 临近就医 请嘉医科医师帮您评估 听到留言当下 我想要找到敌人的故事 我心想靠杯 我身体很好啊 现在怎样 而且啊 发音不标准耶 什么击婚0370 你在说什么 收到报告后请临近就医 啊我就没有报告啊 我这什么医 你现在当作我干嘛 不行 我上厕所冷静一下 我回来之后 重新听录音档 想把专有名字听清楚 按一 请重听 我就在Google上面疯狂搜寻 见检写意报告 嗯 写意检查解读等关键字 嗯 可关键字 可是我都没有相似符合的内容 嗯 我心里想 就等报告来吧 而且他叫我去看嘉医科 不是什么大问题 嗯 不是什么大问题 为什么打两通电话 为什么 上次见检也有小问题 数字异常 但是就书面提醒啊 现在怎样 为什么要打电话给我 为什么 不行 喝太多水了 我要去一趟厕所冷静一下 回来后 戴上耳机 我觉得 我 按一再听一次 七昏零三鸡眉 鸡眉 什么东西 到底是什么 后来 我查到一个名词 叫做 酸零鸡眉 嗯 再次搜寻 跳出一个词是 鸡酸零酸鸡眉偏高 什么啊 就这几个字都很难 所以不是什么 积分零三鸡 是鸡酸零酸鸡眉 爬文发现 哦 应该是前几周重训 导致数值变高 只要尿液颜色没有变暗 就不用过度紧张 希望我今天早上 听到那位典友 你现在身体也没事 这大约 这一封信是我 历程三十分钟的心理活动 我希望大家 身体健康 在一个像午后大雷雨的 办公室内 捕风捉影的耍费上班族 我觉得你真的是人如其名 有够废的一封信 废到爆耶 可是真的很少会打电话来啊 数值不就是要你看到红字吗 然后告诉你说 这个红字你要注意什么 好像是什么很严重 什么你得了癌症 还打两次 上次我们同事交电话 吓一跳 他就真的得了癌症啊 好恐怖哦 他就是也是一直被打电话 一直被打电话 然后紧急叫他说 你马上去看医生 但他在国外 第二马克玛丽 我是推荐无数好友 一同入教的L 因为我超爱听你们为观众取名 求求你们 烦请教主教母四名 林莫娘 会不会太重 这没有人叫过吗 林莫娘没有人叫过 有吗 每周听马克性相 林赛罗涵 他叫林赛罗涵 好 林赛罗涵 他的姓是 感觉是偏西式还是中式的感觉 好吧就叫林赛罗涵好了 好 每周听马克性相的时候 都是在帮狗洗澡的时候 他是大型犬 所以呢大概要洗 1.5到2个小时的早晨 所以跟你们一起度过 非常适合 我家的狗呢 是一只15岁的 咖啡色拉布拉多奶奶 前阵子呢 他异常的脱毛 眼神无神 肿起 瘦肉 腿无力 那个时候呢 我没有跟他同住 每次见到他都觉得好心疼哦 要求与他同住的弟弟 带他去看医生 也没消没息 后来我就开始通勤照顾他 经过了血液检查才发现 哦原来他的状况 不是简单的皮肤病跟老化 是甲状腺不足 而在这之前呢 我都没有想过 甲状腺的毛病 居然会发生在狗狗身上 这就导致他疲倦 脱毛 腿无力的最大原因 花了一两个月 期间每天吃药 固定回诊 散布 復健 才渐渐的好转 看着他原本 东涂一块 西涂一块的皮毛 竟然 诶 几个月以后 变得闪闪发亮 眼神也回复成有神的样子 真的觉得好感动哦 真的好惊人啊 光是血液检查 就要两到三千元 加上拿药 也要一两千元 真的很像在照顾老人家 真想在路上捡到钱 或是种个乐透 谢谢绿水器 叫主教母念完 爱你们 零塞罗涵 啊 他贡献了 咋口 这封信我看不太懂耶 怎么办 这封信有一点乱 来自于不能谈恋爱的韩西宁 就是一个韩很像韩风的名字 韩 徐熙帝的西 将军力能拧 韩西宁 我从很偏僻的苗栗某镇离开了 这个月初搬到之前同事反正就搬家了 也曾经回高雄家一趟 也跟爸妈吵架 我家人跟我的观念理解完全格格不入 所以现在就算回高雄 就是单纯找我的炮友 或是看看我家的狗 但又跟爸妈吵架让我连回去的欲望也没有 可是有炮友啊 可是你可能回家你还是想要回家的那种感觉 而不是就是去 不是就是你回高雄没有回家的欲望 但是有找炮友的欲望啊 回家的欲望跟找炮友的欲望不一样吧 找炮友的欲望应该远大于回家的欲望吧 是哦 然后他说他之前在信中有提过个喜哥哥 但我是完全没有印象啦 反正就是 他觉得他有点变态就会愿意当他每个月一次的精液厕所 然后第一次吃 吃他的精液完全没有味道 我很变态全吃了 中间我跳过一下 现在的我完全不能谈感情 因为我自己在这个圈子的缘故 什么圈子 所以你是男生吗 什么圈啊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圈啊 所以就算知道我喜欢也不能把这个喜欢当做爱 然后他在分享他跟喜哥哥的第一晚 就是喜哥哥可以边向我跟别人聊天 却边指尖他什么之类的 让他觉得很变态又很舒服 然后哇这封信被我念成这样真的是so sorry 后面我想全跳过 对不起我看不懂 第二马克玛丽我现在在北大午的旧登山口写信 我要在这边呢住个三天才回家 我弟刚好跟他的朋友组团计划从5月25到5月27登北大午山 但他记错时间 所以呢他请假时间请错了 从我家到登山口骑机车大概要两个小时 好远喔骑机车两个小时耶 腿的层又要大起 要再步行三公里才能走到旧登山口管制站 那之前骑机车觉得好烦喔路况很差 水泥泥土薄油路交替的山路 这次上山呢是首次戴耳机骑车 我就听2019年4月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前几天才刚刚追完2017年最后一集的青春点点 现在又听到你们的声音 有一种哼哼死者复生的感觉 青春已死 但生活还是继续前进 这次呢是很快乐的一次骑车上山喔 讲到死者复生 就之前都在说要居家隔离14天 对 然后就看到强强的限动说拜托以前学生实在打电动 14天不出门 简简单单 你只要有个电动就可以了 然后请大家来分享说你都玩哪些游戏 可以就是在家里待超久 没日没夜 然后就是有点复国游戏啊 什么金庸群侠传啊 仙剑奇侠传啊 但那不是真的没出门啊 你其实还是有出门的啊 你现在跟我探讨一个这么细微的事情 就是不可能真的14天啦 顶多两三天啦 就是那个时间没有那么难熬 没有让你觉得很可怕 就是你在那边要崩溃没事就是这样 我是屏东的Henry 我要来报喜啦 我通过先前准备的考试 国营考试出事啦 很谢谢在当时读书之余 有你们的录音档 让我的休息时间不孤单 你们就是那个山洞 让人收收抒压 躲避俗事的温暖所在 斗内压百元 感谢请点叫 我是乙后 我没看到啊 你不是乙后 乙有乙后吗 你说那个下棋流鼻涕女 以后不是 我其实 看到了 乙王那一篇我都很不熟 所以我不知道以后生完王之后在干嘛 你在冲啥 以后生完王就挂了啊 他有把他吃掉吗 他把妈妈吃掉吗 对啊就挂了啊 他成为成为 是被吃掉吗 反正他没有戏份了啦 我只记得他没有戏份了 你那个结束了 还没 虽然心里知道呢 考过只是人生途中一小段旅程 但还是很快乐啦 好的 恭喜你屏東的Henry Excuse me,那個信紙的背面是在畫我們兩個嗎? 這個值得拍給會員們看 我很久沒有看到這麼傳神的畫作囉 真的是不得了啊 很會畫喔 跟剛剛什麼山洞裡面的很有呼應喔 在山洞裡面的牆壁上才會看到的壁畫 哈囉馬看瑪莉,我是第一次寫新的包子妹 某天Youtube讓我推薦馬克信箱 我想說什麼啊,什麼頻道啊 一點進去就上癮到現在了 我第一次聽的是情人節時不幸福婚姻特輯 感性的我邊聽邊曬衣服,聽著聽著我就哭了 當時單身的我深刻感受到 要把自己照顧好喔,要有能力安撫自己的情緒喔 才能跟身邊的愛人一起變好 現在的我正聽著負能量超標的這一集 才發現,真的每個人過得很辛苦 有各式各樣的考驗在折磨 但我們都沒有放棄喔,沒有放棄努力 相信,必須要相信,所有的經歷都很值得 我是一個中度憂鬱症已經七年的病友 一開始排斥吃藥,覺得自己沒有生病啊 到現在,我感謝憂鬱 讓我覺察自己的情緒變化 我也找到跟自己相處的方式了 最重要的是我可以同理每個人在低潮其中的沮喪失落 我也可以好好陪伴他們 想跟大家說,其實我們都有能力可以愛自己的喔 雖然說,這樣講起來我好像很勵志 但其實我也沒有完全做到 只是我覺得,只要努力去做就值得鼓勵 還有想跟所有在悲傷中的你們說 脆弱跟難過都沒有關係 寂寞的時候哭也沒有關係 多給自己一些修復的時間吧 你會發現自己其實是堅強的 會支撐自己跟身邊的人 謝謝馬克信箱的存在 雖然來不及在學生時期加入你們 但現在開始謝謝馬克信箱在我的生命裡面 其實情緒就是這個樣子啊 有時候呢,就是好好壞壞的 有時候你覺得自己都講得出這些大道理 然後自己呢,也都知道要怎麼辦 可是有時候你就是會出不來 那你就要記住就是你有出來的時候 山東的另外一邊就是鏡頭啊 是的 哇,今天有好多第一次來信的人呢 他叫做幽米 聽清楚一點點已經兩年了 今天提比呢,是因為想要有個出口 來分享內心的壓力 對不起,擅自把你們當成出口 但是我真的找不到人能談了 我們家是開公司的,家族企業 而家族之間的感情很輕 小時候呢,很喜歡也很驕傲 長大後才發現,這是場噩夢 是我壓力的來源 這邊呢,我用他們來形容我們家的長輩們 我們就是指小孩們 我們的出路呢,在一出生 大人們就替我們決定好了 就是,你們要來公司上班 他們讓我們在學生時期 能夠選擇自己的興趣跟想學的 但是,從高中以後的寒暑假 你就必須要來公司上班了 就在我大學畢業的時候 我的爸爸說,我可以去做我想做的工作 你做得不好再回家 很暖的話,但卻是謊言 我是台中人,但我在找台北的工作 原因是因為我男友是台北人 台北找到工作只有21k很難生存 我和男友討論以後就決定 嗯,在台中找好了 然後存錢以後結婚再上台北 這個時候呢,我剛畢業兩周 我的父母已經忍不住了 每天叫我去公司上班 我,敵死不從 之後,他們開始說我找的工作很沒用啊 為了沒市場啊 他那時候找的工作是遊戲企劃 然後呢,我現在24歲 總之呢,這個事情鬧了半個月 他們直接說,不孝女 爸爸養我長大,你不幫他工作 養你,白養了啦 情緒勒索 最後呢,我就去上班,然後每天都很厭世 但是父母並不在乎 只告訴我說,你這樣才乖 要努力 才沒有白養你 乖,最棒了 而我當時抒發的管道就是聽你們錄音檔跟畫畫 我開始將我自己的畫放上了IG 就多了一些粉絲追蹤 燃起我想要經營的心 而且我高中的時候就想要當插畫家 正當我很開心找到我能做的事的時候 他們又開始說 誰會想要看你的圖啊 誰想要買你的貼圖啊 等等不堪入耳的話 但我沒有妥協喔 我默默的偷偷的做這件我唯一想做的事 雖然粉絲目前不多 但我相信慢慢做一定能有收穫 最近呢,我生產了文創貼紙 他們又叫我收手 一直用言語打擊我 有時候真的很崩潰 也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因為他們不喜歡我的男朋友 他們希望我分手 找個門當戶對的男生 因為他們認為我男友不會開車也沒有車 家裡沒有開公司住大樓 所以很窮 我媽甚至說 你是不是看他什麼都沒有很可憐他才跟他在一起 對,我要笑死了 也是一想到一直用言語就攻擊我 要我快點分手 我和男友交往已經快要三年了 遠距離、近距離都相處過 而且我沒有和任何一任是交往那麼久的 雖然他沒有我們家的富裕 但也是為了我努力存錢賺錢 男友和我同年紀 工作是工程師 我朋友說工程師是越老賺越多 要我別再多想 別理我父母 信寫到這邊 原本憂鬱的心情 剛剛還在想 欸,我剛在難過什麼 把心裡的壓抑都釋放出來真好 不知道馬克馬力能不能找 找些鼓勵或是建議 或是一起罵我的父母呢 一起罵你的父母 我平常罵我自己本人的母親還不夠多嗎 我覺得鼓勵跟建議 就是你這封信聽到這邊 你等一下翻一翻留言 一定有很多聽眾會鼓勵你的啦 因為就是你自己堅持自己做的事情 然後你知道你自己要什麼 我覺得很棒啊 最後附上了小心意 希望你們喜歡 Yomi給了我們50元 然後她給了我們她的第一項產品 她希望先不要說出她的IG跟粉絲專頁 不想讓人知道這個可愛的圖 背後有這麼痛苦的故事 怎麼這句話聽起來有點難過 對啊 這封信來自於瑋瑋 喔 你們有看玩具總動員4嗎 X那個喔 還沒看 喔我有看 Forky 那不是3喔 4了吧 喔4喔 對啊 我在她上映的第一個週末就去看了 因為網路評價很高 我期待值也超高 哎呀 果不其人 期待越高 失望越大 整體故事大綱其實不錯 有感人的段落也有很多笑點 但是胡迪真的很白目 我真的想打他 這就是沒有好好顧好自己的下場 就是你一直想要救別人救別人 你說胡迪喔 對啊 所以我的論文主題 從Toy Story 4 論現代兩性交往之道 哎呦 這個在我在前一陣子 我在看一個Podcast 它其實也是那種雜誌般的Podcast 然後有很多支線 然後其實我之前就是也是有請到一些 比如說我們心理學教授然後幹嘛的 然後那個教授也是從很多的故事 比如說從什麼小丸子啊 或從誰誰誰誰看他那個 他的個性以及就是 反思一些心理的問題 或是我們的盲點幹嘛的 但致命上就是 聲音很難聽 對 我很難過 我真的很難過 我就覺得 那個標題跟內容都讓我很想知道 可是那個聲音我就是 過不去 過不去耶 我想跟老師說 老師你拿來給我吧 我念吧 你覺得怎麼樣 我念好不好 我真的想知道美環怎麼了 但我聽不到 我要列舉 胡迪的白目事件 以及圈圈女孩 小心這種胡迪渣男 你還記得胡迪有多渣嗎 胡迪是渣男嗎 嗯 邦尼第一天 要去幼稚園上課 邦尼就他們的新 主人對不對 帶玩具去學校會被沒收 所以還有可能害邦尼被罵 但胡迪自以為覺得 不行 邦尼需要陪伴 我們偷偷跟著他去 傻女孩就會覺得 胡迪好貼心喔 都會來這樣陪我 事實是 對方根本沒有站在你的角度思考 只為了滿足自己 自以為的付出 這就是那種英雄病啊 自己覺得 我要陪伴你 我要救你 然後呢 胡迪企圖找回 叉子的途中 叉琪的途中 巧遇了牧羊女寶貝 雖然寶貝表示 你回去古董店 找叉琪很危險耶 但胡迪就是用老交情說 我們都練這麼久 你幫幫忙 傻女孩就會覺得 天啊 胡迪為了把叉琪 帶回去給邦尼 你什麼都不怕 勇者無懼 好棒棒 事實是 利用寶貝對胡迪的愛 情緒勒索寶貝要求他幫忙 根本把寶貝當成工具人 幹死渣男 哈哈哈哈 這邊好像多了啦 這邊好像多了 但是的確就是 他要做出要回去 救Forky的那個 那個決定 的確不是一個正常人 但的確是英雄主義作祟啊 回到古董店之後 由熟悉店內一切事物的寶貝 安排計畫 並發號施令 中途 胡迪發現情勢不對 臨時破壞了計畫 還好寶貝重新想辦法 雖然沒有救回叉琪 但一群人負傷而逃出古董店 傻女孩就覺得 幹我真的太生氣了 我揣摩不出傻女孩會想什麼 事實就是 他就只顧自己耍帥啊 只顧自己啊 根本不管身邊的朋友 而且逃出來之後喔 他還是只想到 插旗還在裡面 我想繼續救他 你根本就沒有關心 因為你的受傷的同伴 幹我真的被氣死了 Fuck 因為大家要知道 就是胡迪他的個性設計 形象嗎 對他是一個西部牛仔 然後是一個警長 西部牛仔的警長 你說湯姆漢克喔 不是啊 就是西部牛仔跟警長 就是要走那種很 整個故事當中 胡迪多次與他人談論安蒂 一直拿安蒂跟邦尼做比較 傻女孩就覺得說 胡迪真很愛他的主人 忠心耿耿 好專情喔 事實上 是胡迪根本忘不掉前任 企圖在現任身上 找前任的影子 不可取 還拿前任當標準 來對待前任 每個人都是獨立個體好嗎 請你不要這樣 難怪邦尼根本不喜歡你 哈哈哈哈哈哈 留一些細節 我就不多說了 總之就是 胡迪是個渣男 其實齁 我小時候好像就不太喜歡胡迪 哈哈哈哈 就是小時候我不懂 自私這個自是甚麼啊 我就是覺得胡迪好奇怪喔 我現在長大了 我看懂他的行徑了 原來我聽這麼多馬克信箱 是有成長的 哈哈哈哈 希望有帶女兒去看 玩具總動員的家長 可以好好教育女兒 不要落入胡迪的陷阱當中 另外 我真的覺得巴斯是個好朋友 會默默的觀察胡迪的心情 在適當的時機提供幫助 整個人又ㄎㄎㄎ的 我被圈粉了 還有女力爆棚的寶貝 我好喜歡她 就像我喜歡瑪莉一樣 謝謝你們念完我 慕名其妙的小論文 附上小小的十元斗內 舊舊窮DJ 結果啊我寫完這封信之後 看到馬克在IG上說 別人覺得你很棒 但你覺得自己是垃圾 發現同一部電影 真的有一百種看法耶 哈哈哈哈 放的重點不一樣吧 就是你一直放在 就是很討厭胡迪的部分 可是因為我在講那個 是Forky的部分啊 但對胡迪方面的看法 我的確與你是有同感 一部電影要繼續進行下去 一定會有令人生氣的角色嘛 不然國定殺戮沒有那個小孩 你要怎麼拍下去 就跟我提那個小孩 死小孩 在他那邊跟我裝 等一下你是活菩薩 你是活佛教練是不是 就去那一部片就好啦 你來那個片場幹嘛 你有病啊你 有這麼氣 真的啊 其實死小孩真的很討厭耶 論國定殺戮的小孩 哈哈哈 嗨馬克瑪莉 我是吉林囉 今年大三 我不知道耶 今年大三 現在在山東實習 在實習的某一天 朋友傳了處女約炮那一集 然後我就開始狂補以前的 馬克信仰錄音檔 因為學生辦公室只有我一個人 所以我都會直接播出來 每天在外面有腳步聲 我就按下暫停 因為我不知道馬克何時 會突然有感情的大叫 會讓主管誤會 今天這集他都沒有感情的大叫 因為他喉嚨痛 對啊好難過 我現在快受不了了 在補聽 19W6的錄音檔結尾時 馬克說 當我們在不確定要什麼的時候 聽到別人要試什麼 就跟著去試 你沒有提醒自己的目標是什麼 你可能就會去一個 你沒有想過要去的地方 很常時候是 你完全不想體驗的東西 或者是感到失望 挫折 懊悔 但這些感覺又拿不走 因為回不去了 我有說過這番話 你說過話太多了 我按著倒退鍵 不斷重複聽著這一段 我聽著聽著就哭了 這不就是在說我現在的狀況嗎 我當時就是抱持著 難得可以出國耶 我就試試看啊 欸沒錯怎麼會知道自己要什麼 一直都出發前 我其實都不知道 確切的工作內容是什麼 好可怕喔 果然 時期開始以後 我有一百個後悔 我來這邊根本就是在 浪費人生 好了好了好了 你不需要為了情緒勾搶的情緒勾搶 到這邊沒有固定的作息時間 主管想到什麼就要你做什麼 每天聽主管A抱怨大BOSS 每天內容都一樣 雖然主管A很照顧我 但每天聽他那個老媽子式的碎唸法 我都快精神崩潰了 所以呢 我不太愛和他相處在同一個空間 走路不太愛跟他走平行 但主管A還是有辦法 若無其事到你身旁繼續碎唸 一唸就是半小時 你毫無插嘴餘地 馬克馬力都是如何面對 回應這種愛碎唸抱怨的人呢 沒辦法 雞巴主管就是雞巴 有投射一點今天的想法進去吧 私人情緒是不是 我推薦你可以去看歐馬克 我之前有拍過一支就是 如何面對什麼七種情緒 七大罪 憤怒之罪 貪婪之罪 爆吃之罪 色欲之罪 再來啊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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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利女是什麼罪啊 你最喜歡的超大隻巨人 不知道 那支影片叫做 跟情緒傳染病說拜拜 七招讓人際界線更健康的特效藥 對啊 其實最近有好多好多跟人際健康 人際界線有關係的 然後 如果大家很喜歡看韓劇的話 韓劇最近這幾年很喜歡用這個梗 就是你超線了 你越線了 對就是感覺好像韓韓國人很很重視這個 人際交往之間的那一條線 上班除了聽主管A抱怨 大部分就是沒事做的 我就會開WuTalk 想跟台灣人聊天 結果都是一堆約的 刷了很多要約的男生 刷掉以後 我開始跟他們嘴炮講幹話 就說好啊約哪啊 最後跟他們說 可是我不在台灣可以嗎 沒想要有一次刷到一個大陸人說 可以過來找我 嚇到馬上按離開 哈哈哈哈 我還無聊到下載了Good Night 但我有講電話恐懼症 下載至今兩個月 都沒有連線過 就讓App在那邊佔空間 你真的是白癡欸 這沒事做嘛 前面提到約炮的男生在這邊 一直有難科診斷的廣告 難科診斷的廣告 什麼難科問題女醫師在線私療 快速治好早洩陽尾之類的 喔男科是男性的生殖科 喔 在市集上會有人發傳單 我經過他時呢 他都不發給我 反而是發給我身後的大爺 想要特地拿給他那種 我當時差點笑出來 也開始懷疑這邊的男生是不是 呃 從中國寂靜回去再被念到的時候 我大概已經回到台灣 準備證照考試了吧 回去後呢 我會好好思考和規劃 最後一年的大學生活 要如何充實的過的 但回台灣第一件事呢 就是去補看復仇者聯盟 這裡太鄉下 離電影院太遠 又沒有人陪我去 怕被爆雷的我還把IG給刪了 而不開PTT 只要看到復仇兩個字 就馬上滑走 所以我一回台灣以後 我一定要去看 從來不曾離家那麼遠的我 決定以後出國旅行 最長就是兩三個禮拜 不然我一定會思想到死 謝謝馬克信箱 陪我度過無聊的實習日子 這是我第一次寫信到馬克信箱 回台後會再寫信給你們的 希望馬克信箱的訂閱人數 越來越多 You're awesome 今天的最後一封信 聽起來不開心 來自於地洞 我是第一次寫信到馬克信箱 第一次來信就要分享 有點負能量的內容 真的很抱歉 可是我只有馬克信箱這個樹洞 可以吐露心事了 請教主教母原諒我這個 路教不久的邊緣人 就寄暗黑能量給你們 希望這封信不要壞了你們的心情 我想發洩的 是我喜歡的作品被動畫化之後回來的憤怒 幹這種事 竟然是這種事 不許你用這種輕跳的態度 我沒有輕跳 反應我的心情 我覺得很嚴肅啊 但是聽到這個我就放下心來 這部作品很有名 而且我認為讀者的年齡 到成年以上 比較可以對這部作品 細膩的文系 文武哦 文系有什麼感觸 我們稱這部作品為S好了 它原著是漫畫 但分鏡的細緻 人物情感合理且細膩變化 隨著劇情展開 關於探討生命價值 生存意義 自我及他人等 非說教式的哲學層次探討 誒等一下 在前兩個禮拜的馬克星箱留言下面 你又用了中國式的這個 你自以為的中國槍 被中國的網友 我們有中國網友在聽哦 誒有的 啊他說什麼 瑪莉你不要再怪槍怪掉地唸這些 以為自以為的中國槍 我偏要 我偏要 最大優勢 其精彩的武系 文武的武 武系跟神轉折的主線任務 就是讓這個 這個援助 更厲害的附加優點 在新一季的動畫版 開播以前 我對於動畫版 沒有什麼 呈現它足夠的優勢 博有微詞 那媽媽 媽媽的日文 媽媽還行 還能接受 然而 這季傳言是 這間公司負責的最後一季 就是要接續後續劇情 極為重要的一季 徹底被搞爛了 正確地說 這武系的部分 看得出來 這公司有盡力還原啊 可是這一季後半段最重要了 因為 還會點題嗎 告訴你這個漫畫 像七大罪 為什麼叫七大罪 那卵人 為什麼是獵人 它們就給毀了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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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阿呀呀呀呀呀呀 你笑什么 你刚刚不是说这些严重的事情吗 我笑你发音啊 这公司呢 毁了这重要点题的手法 相当粗糙且刻意 想让我忽视都难 删减大量的情报跟人物台词就算了 他还特意在对男主角 极其重要的级数里 把他搞丑 真的令人心寒 心恨 心痛 男主角在原著里的设定 是个超级大帅哥 特别是在原作者 有些特别的作画风格下 男主角真的是又帅又美 像妈妈一样漂亮 妈妈 像妈妈一样漂亮 像妈妈一样漂亮 但性别 气质 相当的阳刚啊 是我想一下 像妈妈一样的漂亮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我们这一家 我满脑子都是樱桃小姐的妈妈 为什么我们会想到这种日和式的 然后 气质却相当阳刚 其实他们蛮阳刚的啊 对啊 他们很阳刚 柚子啊 小丸子 小丸子 你又去哪了 在漫画中 他简直是蓝盐祸水型的存在 结果这公司 不但在这一季 把他搞丑 大量删剧情 让他这个剧情的分镜都不清楚了 还把最重要的点题搞烂 又把他搞丑 明明其他的角色 颜值正常发挥 他是怎么了 这公司对作品的恶意 太恶心了 那我们念这封信有恶意吗 有啊 会不会他听到更愤怒了 然后再写一封信 骂我 当时我熬夜等这集播出 看完之后 我只想搞自闭 外加烧了那家公司 砍死制作团队 特别是那一集的作画监督 还有写脚本的 我他妈的要把你们凌迟致死啊 金阿妮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样失火的 太可怕了吧 太可怕了 男主角人气很高 我先跟你说 长相帅 前面都在受苦 这一集好不容易 终于有个耍帅的机会 制作组却大砍剧情 加作画刻意 你们凭什么 你们凭什么这样恶搞他 唯粉 他是唯粉 再过几天 本季的最后一集即将播出 我已经心死了 这间公司老是不奠奠自己的精良 硬要塞一些原创剧情 到逻辑结构分明的这个动画里 反正这个公司 对 我借助你了 对 就是你 Wid Studio 这把他念出来吗 搞了四年 才出十二集动画 三季的剧情删减 还有作画像屎一样 垄断了周边版权 赚了一堆还不好好的搞 还好老娘之前 只买奖坛社自出的漫画 还有周边没买你家的 以后你们家出的任何东西 都被我列入黑名单 他妈的干你娘 希望最后一季播出后 马上就有人正式告你们 让你们滚蛋 最好下一家公司接手时 要宣布重制动画 以后我薪水的三分之一 就会是你们公司的了 联合动画 联动推出的游戏画面 都比动画精致更还原 你这公司真该死 不好意思 我第一次写信来马克信箱 就写这种宅里宅气的内容 但我真的是愤怒到了极点 已经严重影响到这周的生活了 严重到我的口音都变了呢 屁 这是你自己 近期能让我这样生气的 就是属于 这是GOTS8吗 GOTS8 还是GOTS8 完蛋我不知道 还有这次的事件了 现在我就祈求 能够换制作公司 或者是有重制的消息了 拜托拜托 我会努力从挫折中 打击振作恢复精神的 呼吁指导这一部的人 请去看看原作吧 动画删成那样 反正就是看原作啦 我是地动 这是地动的一百元吗 应该是地动的一百元 希望你听完自己这封信之后 也消消气咯 深呼吸 又是开心的一天咯 马克信箱跟大家说一声 拜拜 拜拜